第125集 大嫂和侄子们马上要跟王爷回广陵府 她不放心 带着几个兄弟跟过去 人生地不熟的 免得大嫂一家到了那里 外面没有人跑腿支应 还有十天就过年了 广陵王决定明日启程 临走之前 杨氏把今年的节礼 分别让杜武郎带人送到村子里 启程这日 难得是个好天气 虽然很冷 但太阳高高照 晴空万里朵朵白云 点缀在天空中 行李带了不少 尤其一度酒妹的东西最多 不光有行李 还有五棵珍贵的酒果树 全部被移植到大水缸里面 一个大缸只能种一棵 这些酒果树 必须用空间水浇灌 才可以开花结果 若是留在这里 没有空间水的浇灌 虽然不至于死掉 但也不会开花结果 白搭了 再说了 到了王府里面 人多眼杂的 再想要移除酒果树 那就非常困难了 想用酒果酿酒 就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拿出空间里的酒果了 启程这日 杜家村的人都来送行 李大地主一家 杨家人更是难过的红了眼圈 陈县令一大早就来到了杜家村 带来很多衙役开道 并且赠送了当地的土仪 这可是大好的机会 在广陵王面前露了脸 刚才广陵王难得对陈县令说了几句话 帮着照看杜家村 以及杨氏娘家 李大地主一家 陈县令当场表忠心 别的地方不能保证 在晋县 一定关照他们的 陈县令对杜大山一家的事情 都非常了解 自然知道哪些人需要关照 哪些人更需要关照 杨氏带着儿子女儿 跟着广陵王踏上了 赶往广陵府的路 近县距离广陵府的边界 有两百里 可从边界到广陵府的府城 还有一百多里 整个广陵府 都是广陵王的封地 杜九妹看看外面 所经过的关道 比之前宽了很多 也平整很多 而且这边村庄里的房屋 大多都是砖瓦结构的 高大很多 爷爷 你真厉害 杜九妹沉深说道 广陵府这么好 绝对和美人爷爷 治理有方 有莫大关系 广陵王正拿着一本诗集 默默看着 听到杜九妹的声音 这才抬起头 道 为何这么说 马车上晃悠悠的 杜九妹掀起了帘子 看向外面 这里的路宽 路两边的树木高大 房屋多为砖瓦房 证明这里的百姓生活 比其他地方好 最起码 比我们进些好 这里是爷爷的封地 自然是爷爷 治理有方的结果 杜九妹解释道 其实简单的说 就是要想富 先修路 多生孩子 多种树 用在这里 也很恰当 呵呵 不错 还能看出这些 都是当地官员用心 广陵王谦虚道 不过他的表情和语气 一点都不谦虚 天下乌鸦一般黑 三千金之府 十万雪花银 民间都这么说呢 治个当官的都贪 不过有的人小贪 还帮着老百姓 做点事情 有的官员特别贪 根本就不顾当地 老百姓的死活 杜九妹叹息道 虽然他没有当过官 但前世看多了 知道的东西也很多 一个地方的老百姓 过得好坏 除了和当地的环境 自然灾害有莫大关系 还有和地方官员 有直接关系 若是县太爷 可以清明立志 劝客农丧 那么老百姓的日子 就会好很多 若是官员昏庸 收受贿赂 加重赋税 治安混乱 下面便会民不聊生 广陵王见状 摇摇头 呵呵笑道 那你说 如何治理封地 让封地百姓 过得更好 我说对了 有没有奖励啊 杜九妹突然发觉 自己说的有点多了 便开始卖萌 毕竟还是个小屁孩 还真当自己是神童了 说对了 有奖励 说错了 要惩罚 广陵王不看诗集了 跟小孙女聊天 也是一件大快事 杜九妹想了想 道 我不想要奖励了 也不想挨罚 所以小九干脆不说了 牙签嘴利 古灵精怪 一点都不吃亏 好了 你说错了 我也不罚你 说对了 还有奖励 可好 广陵王也遇到 捏了杜九妹的小肉脸 杜九妹赶紧往后躲 眉飞眼笑道 深好深好 其实治理封地 必须要因地制宜 前段时间 小九看了爷爷 给我们的广陵府的地理治 这里大多山地很少 大多是平原 凉田很多 一年两季 新修水利 劝客浓僧 这是最简单的 若是想多一些收入 那就从养殖啊 或者提高田地产量的角度出发 增加田地肥力 精选两种 不过 小九还有一个妙计 可以提高当地百姓的收入 又好又快 立竿见影 广陵王听得津津有味 小九说得很好 尤其是最后一句 更是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广陵府山地很少 地势平坦 要想增加收入 只能从土地出发 哦 广陵王好奇 笑道 有何妙法 那就是酿酒 杜姐妹自豪地扬起笑脸 民间有云 古剑商民 每到收获的季节 粮食满仓 普通老百姓以农为生 通过买粮食 换取一家的一年花用 可粮食多了 价格就降低了 老百姓到手的钱就少了 广陵府这里的粮食很多 很多外地的粮商 压低价格收购粮食 我们可以通过开酒方 收购当地的粮食 给的价给高 当地的百姓得到实惠 咱们酿出美酒 元宵各地 可比单纯买粮食花算多了 广陵王没有回话 而是想起了以前 他为了不让粮商压低价格 甚至抬出了自己的身份相逼 那些粮商得了便宜还卖官 还说广陵府这里路不好 运费贵 粮食价格高 他们就赔本了 想想都觉得憋屈 小九说得对 以前求着你们买粮食 现在不卖了 自己酿酒 卖酒出去 可比卖粮食赚钱多了 再者 这酿酒做方 需要很多人 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个方式啊 杜酒妹继续劝解 为了他们家的酿酒大业 不遗余力 劝解美人爷爷 广陵王在杜家村喝的 一直是渡五郎一样的酒 酿藏一年后 味道非常好 好 等到了广陵府 我再多开几家酒方 大量收购当地的粮食 广陵王十分赞成 有了他这个大户加入收购 想必那些大户为了买到粮食 不得不提高价格 气死他们 以前事情多 广陵王没有时间询问杜酒妹 现在杜酒妹提起 便来了兴致 小九儿 你和五郎是怎么会酿酒的呀 十五哥给八哥买书 当时我们家穷 买不起新的 就买二手书 买回来之后 发现一本书的纸张很厚 里面有夹层 拆下来一看 里面有一个酿酒的配方 加上我在山上发现一个果子 里面有酒的味道 五哥就尝试 根据那个方子酿酒 放了酒果之后 酿出的酒更好 一来二去的 我和五哥就学会酿酒了 现在不光我和五哥会 爹娘也都会 杜酒妹解释说道 说了很多遍 不是真话 也成了真话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机缘巧合啊 广陵王听得津津有味 怪不得你要把酒果树带上 这么好的东西 的确不能随便落下 爷爷 这几棵树都是我招料的 等到了广陵府 你能给我和姐姐一个大院子吗 这几棵树 种在我的院子里 杜酒妹请求说道 若是种在庄子上 或者在其他离住处远的地方 每天给酒果树浇水 就成问题 好 广陵王印象 爷爷真好 到时候就有了这两句诗 广陵美酒玉金香 玉碗城来琥珀光 杜酒妹自得说道 套用了前世的诗句 非常合适 这是杜酒妹 还不知道阮浩君的外祖家 是兰陵侯 封地兰陵县 当地酿酒业很发达 当地的美酒被称为兰陵美酒 绝对不会这么厚脸皮的利用了 既然要开酿酒作坊 以后就会需要更多的酒果 所以他以后要尽量培育出更多的酒果树 杜五郎和杜酒妹 已经找出一种杂粮酒的配方 等几次试验下来 就可以有四个品种 加上原本的纯高粮酒 就有五种了 杜酒妹吃了几块点心 马车上晃晃悠悠 迷迷糊糊圈缩在马车里睡着了 广陵王拿了一个厚厚的毯子 盖在杜酒妹的身上 可能是马车里很暖和 杜酒妹的脸上红润润的 明天就能到王府了 回去第一件事情 就是惩治继王妃于世 这次路上 不光带来了杨氏等人 连云嬷嬷留下尽线的于猛 也被广陵王抓住了 回到广陵府之后 这是继王妃于世 对世子一家不利的证据 横四早早得到 广陵王回广陵府的消息 告知当地的芝州等各位官员 广陵王回来了 而且带回来世子 世子妃一家 早在圣旨到达境线之后 横四就已经回到了广陵府 为迎接王爷世子大肆渲染 弄得人尽皆知 横四更是四处张保 上天垂帘 让王爷找到失散多年的世子 故而广陵府全禁 免赴税一年 一个几十人组成的小分队 分两人一组 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宣传 十天过后 就连刚会说话的孩子 都知道了广陵王 找到了子嗣 当地老百姓 对广陵王很尊敬 听说广陵王有了后代 很是高兴 但在听了免赴税一年之后 那就更加高兴了 广陵府的赴税一年 只有两成 其他地方则是三成 孤儿老百姓赴税 交得比别处少 今年年紧又好 老百姓们 今年的日子更加好过了 临近年关 老百姓敲锣打鼓 热热闹闹 特别喜气 等到广陵王来到广陵府城 城门十里外 都已经站满了人 广陵府之州文大人 早就准备 触动全城官兵 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站在路边拦着 以免百姓 挡了广陵王的遗仗车架 广陵王马上要进城了 若是任由百姓往前冲 广陵王的遗仗 根本就没法前进 其实百姓们 只能看到广陵王的遗仗 根本就看不到广陵王本人 但这已经足够了 喧闹声 欢笑声 此起彼伏 从百姓们 发自肺腑的欢呼声 可见广陵王在当地 深得民心 杜梁骑着马 站在城门口 心里酸涩 原本以为什么都是他的 大伯已经找到了 亲生儿子 广陵王府就没有他的位置了 以前的努力 全部白费 不过想到这些年 大伯对他的好 即使没有爵位 他也能过得很好 只是让人头疼的是 家里的瑜伽娘们 跟大伯娘一样 都是皮笑受不笑的母老虎 整日跟死了爹娘 拉着脸 指着她的鼻子 骂她没用 哼 她没用 当年可不是她上杆子 要娶瑜伽的小姐 是大伯母硬塞给她的 不过现在杜梁也庆幸 娶了瑜伽的嫡孙女 即使将来她没有成就 孩子们还可以指望岳家 从小在广陵王府长大 虽然继王妃于世 每次见到她 笑得非常和爱 但她还是喜欢 和不苟言笑的大伯相处 杜梁一直知道 大伯父不喜欢王妃 所以从来不在 继王妃屋里过夜 既然关系这么差 当年两人 怎么走到一起的 杜梁虽然好奇 但她不知道答案 也不知道跟谁打听 在广陵王府 知道答案的 也就是王妃和继王妃于世 杜梁下马 对着广陵王的马车行礼 道 大伯父 一路辛苦 不辛苦 好了 回去吧 广陵王沉申道 放下了马车帘子 到了城里面 更是人山人海 原本只需要走 半个时辰的马车 现在用了整整一个时辰 才到广陵王府门口 王府门口打开 站着外面的管家 和管事婆子 广陵王下马车 杨氏等人 跟在广陵王身后 门口的众多下人 连忙跪下道 参见王爷 世子世子妃 小主子 杨氏哪里见过这样的阵长 面色有点白 一手抱着肚子 一手扶着边上的女儿杜妻妹 杜五郎非常沉稳 面色不变 不过这都是表面 绣筒里的两手 攥成拳头 手心冒汗 杜八郎杜九妹 有点小激动 看着门口威武的大石狮子 以后他们就要在这里生活了 大门外人来人往 季王妃于世和小于世 不来迎接可以理解 可等广陵王到了二门 人没有看到他们两个 既然季王妃于世 趁机想摆架子 广陵王也没必要 再有所顾忌 杜梁见小于世没来 顿时面色一白 这个败家娘们 整日只听王妃的 现在王妃不来 她作为小辈不来 跟王妃同进退 广陵王看了一眼 杜梁道 你媳妇既然看不上广陵王府 那明天 你们就搬到 银杏巷的宅子吧 那里本来 就是你们成亲时 给你们准备的院子 空了这么多年不住人 院子会破败的 杜梁听到这话 鼻子酸涩 但他明白 大伯父能说出口 就做得出 他死皮赖脸 待在这里 也不可能留下来 是 大伯父 以后两儿 不能在您面前尽孝 还请大伯父 保重身体 杜梁恭敬说道 非常顺从 广陵王转身 对横四道 既然季王妃 身体不适 那就好好休养吧 没得我任个儿子回来 把他累着了 是 王爷 横四沉身道 对远处的公嬷嬷 看了一眼 点点头 公嬷嬷会议 直接带人封住了 季王妃于世的院子 一路封城 带世子妃 小少爷 小姐们去各自的院子休息 有时晚上 用膳的时候 一起说 广陵王吩咐道 虽然声音不大 但没有一个人 敢反驳广陵王的话 杨氏被带到一个精致的院落 远狗门的牌子写着 晨曦园 杜八郎和杜五郎的院子 在靠近外院的地方 院子不大 两个院子紧挨着 但轻忧别致 杜七妹和杜九妹的院子 也是相隔的 不过杜九妹的院子很大 离晨曦园远一些 杜九妹的五棵九果树 被抬进来 放好五个大缸 郑嬷嬷无嬷嬷 跟在杨氏身边伺候 皇太后派过来的几个嬷嬷 则是被公嬷嬷带下去休息 杜九妹进了自己的屋子 目不暇接 低头看着地上铺满红毡 临近床头的位置 居然红毯很软 当地放着 橡皮三足 泥丘流金 发廊大火盆 正面炕上铺着 新兴红毡子 设着粉色彩绣 梅花怒放得靠背 银枕 坐入 另外有红弧的斧子 搭在上面 地下两面相对 十二张叼起椅子上 都是一色灰鼠 乙搭小入 每一张椅下 一个大桶角炉 以供冬天取暖 杜九妹还从来没有住过 这么好的房子 天啊 王府的贵妇 果然不是她这个农家女 能够想象出来的 横四公嬷嬷 安排好每个小主子 分别送上热水 沐浴更衣 早就在广陵王回来之后 便带过来小主子们的尺寸 根据这些尺寸 针线房给小主子们 做了很多衣服 衣帽斜袜 披风斗篷 应有尽有 杜九妹泡在热水里面 子婿和子玉 伺候杜九妹洗漱 其他的丫鬟 全部被赶出去了 换上一身粉色 绣银线甲袄 月白色中衣 下身是同色系的裙子 因为是冬天 所以下面穿的裤子厚一些 夹了一层棉花 搅上一双 米白色高帮厚底 蝴蝶翩翩翩飞的鞋子 擦干了头发 子婿给杜九妹 扎了两个包包头 上面带着小珍珠 做成的发网 网柱包包头 几个指头大的珍珠 顺着包包头垂下来 走起路来 一晃一晃的 特别好看 这是杜九妹首饰里面 难得的首饰 不是杜九妹首饰少 而是那些簪子 钗子等好看的东西 杜九妹头发少又软 根本用不上 外面很冷 子婿从衣柜里 拿出一个 火红色狐狸毛的披风 给杜九妹穿上 尺寸颜色都很好 衬的杜九妹非常好看 不像刚才穿着厚厚的棉袄 像个圆球一样 杜九妹一个小丫头 都被收拾得这么利索 杜七妹作为一个大姑娘 能用到的东西多一些 经过一番收拾 杜九妹灿叹道 七姐 你真好看 我们小九也很漂亮 杜七妹面上微红 不远处杜五郎杜八郎相邪而来 兄弟姐妹四个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穿着个平日里不同的衣服 感觉人的气质也发生了变化 常言说得好 人靠衣装 马靠安 这杜家兄弟姐妹这么一收拾之后 顿时起了很大变化 不光人变得俊秀 美丽 经过郑默默的调教 几倍挺直 多了几分世家子弟的风骨 咱们去给娘亲请安吧 杜九妹见哥哥姐姐们 一直笑着 不说话 便主动开口 这样看下去都要天黑了 杨氏早就收拾好 还在榻上休息了一会儿 听到说孩子们过来了 这才悠悠转醒 杨氏是孕妇 郑默默不辞辛苦 一直在屋里伺候着 一来担心小花等人 年纪小 伺候不周到 二来 这默默暂时 不相信屋里的大丫鬟 婆子 虽然这些人 是王爷信任的人安排的 但季王妃于世 把持后院这么多年 她才不会天真地认为 这里没有季王妃的人 娘亲 杜九妹快步走过来 后面跟着哥哥姐姐们 杨氏见到儿子女儿们 这才微微放心 像是找到主星谷一样 你们来了 杨氏看着 钟灵玉秀的儿子 女儿们 很是欣慰 虽然来到这样陌生的环境 让杨氏心里不安 但杨氏明白 既然已经进入这个家 以后他们的生活 则会截然不同 过上以前 他们只能在戏文字里 看到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氏心里 杨氏心里